在韶山这个香坛边上的小地方 最盛大的节日不是春节 而是12月26日毛泽东的生日 在这一天四面八方的人前来韶山 进行庆祝和纪念仪式 不是从哪里过来的 唐州过来的 唐州过来这么远 花了多长时间到这里 花了一天 一天的时间 从哪儿过来的 从香坛 从香坛过来的 每一年都这样过来 韶山是毛泽东出生的地方 在这里他度过了丰富多彩的童年和少年时光 为他以后求学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夜里的庆祝活动直到两三点钟才渐渐结束 但是人们并不会睡太久 因为明天早上 韶山还有一项特殊的庆祝活动 二十六号早上 吃的就是这个喜庆的气氛 韶山人用这种方式来纪念他们的骄傲 在韶山 免费长寿面的传统大约有十一年 最早是由毛家饭店发起的 现在已经成为了韶山的特色 闭情一样 汶山了 哦 哇 喂 声音比较烂 哈哈哈哈 好香啊 尝尝那个扎赛和肉丝 不错免费也能吃到那么好吃的面条 在12月26日这天 你去潮山任何一家菜馆 都可以免费吃到长寿面 据统计这一天消耗的面条 在2万碗左右 所有原料加起来有十余吨 都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饭 但是今天潮山有免费的早餐 而且那么好吃呀 潮山是一个只有12万人口的县级市 但每年接待的游客 有180万人次之多 这里风景秀丽 有着许多值得一去的景点 当然也有许多不得不偿的美食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毛家菜 毛家饭店全国各地都有 但我现在要去的地方是毛家饭店的总店 这里的创始人 是毛主席当年的邻居 据说这里还有一个特色的传统 毛家饭店是由毛主席当年的邻居 汤瑞仁创办 最早只是毛泽东故居边的一个小餐馆 逐渐发展壮大成为一个 分店超过200家的餐饮企业 毛家饭店的成名菜 也是毛泽东最喜爱的美食 毛氏红烧肉 毛家菜指的是毛泽东喜爱的 韶山乡土菜 其中以毛氏红烧肉最为著名 做毛氏红烧肉最重要的一点是 要选用上好的香檀沙子领珠作为原料 另外因为毛主席用餐不喜欢加酱油 所以毛氏红烧肉是绝对不能用酱油的 在制作时要先用白砂糖炒出糖色 代替酱油 而作为香菜中的家常菜 辣椒自然是不能少的 火焙鱼是另一道毛主席非常喜爱的美食 顾名思义火焙鱼 是用火焙出来的小鱼 流行于湖南湘潭一带的农村 火焙鱼要选用新鲜的小鱼 去掉内脏后 经过焙鱼熏两个步骤 做好的火焙鱼不仅方便携带 而且兼备了活鱼的鲜 干鱼的爽 咸鱼的味儿 是一种非常好的佐餐食品 我终于可以吃到毛主席最爱吃的家乡味儿了 这就是这几道菜是吧 嗯 对 这个我知道这是红烧肉 对 这个什么小鱼 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这叫火焙鱼 火焙鱼 哦 对 主席最爱吃的一道菜也是 哦 我就着这个红烧肉还是热的 我先尝一尝一口 毛家红烧肉和普通的红烧肉有什么区别的 有的 那不是不光是大小的问题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毛家的红烧肉它的选材不一样 像咱们的选材这个猪必须是咱们那个香檀的沙滋领的那种猪捅猪去做咱们的红烧肉 嗯 然后这个味道它就会特别的香甜 很香甜 我尝尝香不香甜 嗯 这个很香甜哦 对 灰而不腻 灰而不腻 这个皮特别烂 嗯 对 嗯 对 这是糖 而且稍微加点辣椒在这里 辣 对 微微的辣 有一点微辣 有一点香甜 咱们毛家饭那开店26年了 那么就是说 只要在咱们毛家吃红烧肉的都可以免费续盘 就是说允许你吃一盘 两盘 三盘 四盘都可以吃 嗯 脆脆的 很香 很香 而且有点苦 吃的有点苦 有一点微微的苦 它不一定要再配着饭吃 也可以 像一个小吃 把它当成一个小吃吃 对 像看电视的时候吃一个挺好的 我发现毛主席吃的这些东西 像这个食材都比较简单 比如这个猪肉 鱼 但是口味很重 就是这个有辣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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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都辣 红烧肉稍微也 也有点辣 对 毛总 我听说过你们家和毛主席的家是对面邻居是吧 你们是邻居 对 对 你当时见过他吗 我没见过 但是我妈妈见过 你妈妈见过 1959年曾经为毛主席亲切接见 奶奶好 奶奶好 您高瘦呢 今年 83了 83了 身体倍儿棒了 看你 还行 新事业的 人是老的 奶奶 你当时是毛主席去你们家 对吧 经常去 她在生活当中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 她来到这里 我们做得好幸福 好高兴的 但是 没什么好东西给她吃 毛主席在家里经常到我家吃很少肉 这是我的红烧药 是我父亲他们妈妈他们教我的 她就讲毛主席在爱吃的是这个肉 你就注意怎么切怎么烧 我就学了 原来我开饭的时候 这个红烧药都是我自己做 每天在毛家饭店 毛总告诉我的 他们家的红烧肉是用沙子林的猪肉做出来的 那么这个沙子林的猪到底长得怎么样呢 沙子林猪是中国著名的地方猪种 根据在湘潭出土的商代青铜至尊推断 其驯化时间已经超过了4000年 事实上中华民族也是世界上最早养殖猪的民族 沙子林猪的肉质极好 大理食文明显 同时又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氨基酸和不饱和脂肪酸 向老师你们这里的猪主的环境很好 他们都住自己的宿舍 你们一年养多少头猪呢 这个猪场一年能够提供猪是一万头 一万头 主要是在湘潭这里卖吗 绝大部分都销售在湘潭这一块 但是也有一少部分的销售在我们湖南的岳阳啊 湖南的春州 赶紧进去我还没有看过小猪呢